10月24日,在意大利利敏尼祖教座堂,册封生前服务残疾者的塞巴蒂尼为征服。 弥撒由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舒基主力。 舒基在册封弥撒讲道中,引用新征服说过的话, 就算我们累到骨头都断了,但我永远不会遗弃那些人。 这是塞巴蒂尼向母亲讲述自己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团体服务残疾者的经验,当时他只有13岁。 在意大利亚德里亚海岸长大的桑德拉·塞巴蒂尼, 1961年8月20号,在他出生后的第二天接受了受洗。 在四岁时,他和家人搬到黎米尼市。 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对主产生了爱。 12岁那年,他看到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服务团体在社会中为那些最弱势、最贫穷的群体服务。 塞巴蒂尼觉得深深地被召唤,他觉得自己必须加入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 塞巴蒂尼不仅有良好的心肠,他的学科成绩也非常地优异。 从高中毕业后,塞巴蒂尼陷入该往非洲传教,或进入医学院帮助其他人。 但在导师的帮助下,他决定加入伯洛尼亚大学的医学院就读。 1984年4月29号早上,塞巴蒂尼和他的男朋友罗西,以及另外一位朋友,要一同前往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服务团体开会时,出了一场严重车祸,带走了塞巴蒂尼和他的朋友。 2018年3月6号,塞巴蒂尼被教宗方济各宣布为可敬者,并于2019年10月,确认了通过他带倒获得的奇迹,也让他在2021年的10月24号宣列为征服品。 塞米拉罗书基以塞巴蒂尼在1982年9月7号写的祈祷文结束他的讲道说, 上主,请让我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爱青年,愿每一分钟都是不可错过这份爱的机会。